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好,现在我来继续谈这个主题,就是战术引导战略的这种思维 所以我现在要来谈的就是几个企业的案例 这是包括有像这个披萨店的Domino 还有包括有这个Intel等等的公司的企业案例 让你来思考这个身为黑暖架构师呢 那么该怎么样子来配合这个公司的企业的商业模式 商业车类,也就是来配合这个战略 那这边我来说明一下就是 为什么A段架构师呢 要特别的重视这样子的一个战术引导战略 那是因为在A段它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面对竞争者的不确定性 面对技术的一个快速演变的这种不确定性 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在市场上在未来隐藏了一大堆的这个不确定性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这一个在不确定性当中 能够掌握某些关键 能够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 能够寻找出我们的出路 能够寻找出呢 我们的获利的一个战术 获利的战术 所以呢,我们要Living with Uncertainty 我们要Living with Uncertainty 就是我们要在这个uncertainty的不确定的环境之下 而且会感觉到很安心 会感觉到很Comfortable 就是觉得很舒服 很舒服 OK 那这种在不确定性当中 怎么去让这个整个团队 能够这一个心情安定 能够往前推进 能够找出一条 这一个胜利之路 能够掌握机会 能够避开陷阱 这个叫做Living with Uncertainty OK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 要对技术 对各种细节 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也就是所谓的具有这一个洞察力 那这个洞察力呢 本身就是要有相当足够的这个战术的这一个能力 再配合呢 来支援战略这样的一个以战术支援战略的这种能力 那这个在A段里头呢 表现的最漂亮的 最能够表现的就是A段架构师 OK 所以A段架构师呢 第一个我们要Living with Uncertainty 在不确定的环境之下 要能够安心 能够找出一条出路 而且不要 这个自己 这个心慌意乱 然后呢 把整个团队带到陷阱里头去 那么我举一个例子 有两个兄弟 那么去登山 然后呢 走走走了好几天 要下山了 然后呢 剩下这个一天的路程 那么食物 也剩下最后一天的食物了 然后呢 这个早上 最后一天的这个早上呢 一大早 两个兄弟 那么这个弟弟先醒来了 然后呢 看到满山 都是大雾迷茫 看不见路 都是雾茫茫的 一大片 OK 那么 他就告诉哥哥 我们今天 在整个满山都是 这一个大雾 所以呢 这个孙手 看不见五指 那这个 他的哥哥呢 就很紧张了 就一直呢 担心 今天下不了山 没有食物 该怎么办 那么弟弟呢 他就 这个用眼睛看一看 然后呢 继续睡大觉 OK 继续睡大觉 然后呢 弟弟就睡觉了 然后哥哥想说 这个弟弟呢 也不懂事啊 所以呢 哥哥就自己 跑到屋里头 去寻找 这个出路 寻找这个出路 那么 这个哥哥呢 就 走走走 无意中就掉进去山谷里头 就出不来了 那么弟弟呢 继续睡大觉 他也不知道 哥哥那么笨 OK 那弟弟呢 一醒来 这一个 看一看 又睡大觉 因为他不知道 哥哥出事啦 他看到了 这一个天上 有一点点的曙光 这他就 心里就知道啦 这个太阳 即将会出来 这个雾 不是我能力 所能够把它删除的 那么我在雾里头 寻找出路 也是危险的 所以这种危险 应该避开 那么 我不应该自己 想办法去把雾弄掉 因为不自量力 所以呢 这个 应该等待 运用时间资源 这个 很重要 这个时间 也是一种资源 利用时间资源 等待 这个 等待 这个太阳 出来啦 他自然 雾就 闪掉啦 所以呢 如他所预料的 再过 一两个小时 他就 起床啦 看到 这一个 太阳 出来啦 雾已经不见啦 然后 他就发现 哥哥怎么 不见啦 所以呢 他就 这个 去寻找 哥哥啦 发现 哥哥呢 掉在山洞里头 出不来 所以呢 他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哥哥救出来 OK 然后 一起就下山了 所以这个 说明了 一个 弟弟呢 是含有 富有这个洞察力的人 也知道 也知道 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观察到 这个一片曙光 一点点曙光 他就知道 太阳啦 即将出来 那么 雾就会散掉 因此呢 他就 Living with the fog OK the fog the fog OK 就是 Living with fog 就是跟雾 在雾里头呢 可以 睡得很安稳 睡得很安稳 因为他知道 要靠自己的 乱闯乱闯 反而 让他掉进陷阱里头去 所以这就是 意料之外的 这个机会 那么也有意料之外的陷阱 OK 有意料之外的机会 也有意料之外的陷阱 OK 所以呢 我们就 用这个图来 表示咯 所以呢 一个企业呢 有一个idea 有一个愿景 有一个idea 然后呢 经过这一个设计 经过呢 这个idea是发散的 这边是做的是 加法的 一个发散的思维 那么这边 是做 把它简化 这边是复杂的 这边复杂的 然后呢 把它简化 得到是简单的 然后呢 这个得出一个架构出来 然后就开始做行动 开始做行动 然后呢 行动之后呢 因为市场的都变 市场的都变 所以要进入一个 迷雾里头 一个 所以这个是uncertainty 这个是uncertainty 这是不确定性 就在这里 不确定性 OK 但是在不确定性当中 我们必须要展开行动 包括睡大觉 包括等待 都算是一种行动 OK 然后呢 再来 就是在这个迷雾当中 如果你掉进陷阱里头 那你就失败了 如果你掌握了机会 那么你就成功了 那这些都是有不可意料性 因为uncertainty 所以这个变成是意外 意料之外的 不可意料的 这是意外的 的陷阱 也有意外的机会 也有意外的机会 是这样来的 OK 那么这个有些行动 会让掉进陷阱 有些行动呢 反而不行动 会得到机会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想一想 当你去动物园 看到狮子的时候 Lion 狮子 或是Tiger 老虎 其实尤其是狮子 不是Nine Lion 这是狮子 那你看到那个狮子呢 眼睛都是闭闭的 好像想睡觉想睡觉的样子 对不对 那么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动物呢 叫做动物之王 那么为什么呢 它总是眼睛闭闭的 好像在睡觉的样子 OK 那么 那么 其实呢 大家都可以了解 这一个小狮子呢 从小 他的妈妈 就教他呢 要睡大觉 肚子饿的时候呢 要睡大觉 那原因在哪里 那就是 有一只小狮子 那么 他不听妈妈的 所以他就 去追 他肚子饿了 看到有兔子了 就去追兔子 结果呢 这个你也知道说 这个兔子呢 还有这个 这个小动物呢 都是 吃的都是属于树叶 等等这些 而不是吃动物的 不是吃肉的 而是吃植物的 那大家都知道 吃植物的 他的这一个耐力比较强 那么 吃动物的 爆发力比较强 所以呢 这个小狮子肚子饿 然后呢 看到 这个圆圆的 有一只兔子在那里 然后小狮子就想说 我的爆发力很强 所以呢 我一块就 一下就可以把他追到 结果呢 这个小狮子呢 一追 然后一开始有在追近 快到接近的时候 发现呢 他已经 这一个没冲力了 然后兔子呢 去越跑越远 越跑越快 OK 那小动物呢 都跑光光了 所以呢 这个小狮子呢 就肚子饿了 饿了不行了 走不回来啦 就躺在那里叫妈妈了 所以这个小狮子呢 叫了很大声 只会叫 那就走不动了 还有当刚好 还有一点力气可以叫 所以妈妈就听到了 所以这个狮子妈妈 就去把这个小狮子 把他咬回来 好 然后呢 这一个 几次之后 这一个小狮子就知道啦 肚子饿 不能随便乱冲 越冲越饿 OK 甚至呢 冲出去 那 布漏在外 反而变成其他动物的食物 OK 所以他就相信妈妈的话咯 怎么记得 肚子饿的时候 一定要睡大觉 但是事实上 妈妈教的 并不是真的睡大觉 而是呢 只有肚子饿的时候 要躲起来 眼睛闭闭 假装 这一个睡大觉 其实呢 眼睛闭着 其实是 仔细在听 这个 图子的声音 OK 所以呢 就用 就用这个 躲起来 然后用耳朵去听 这个图子的声音 小动物的声音 然后呢 这一个 寂静会神 其实他不是睡大觉 他只是眼睛闭着 闭目养神 然后呢 用耳朵呢 听这个 动物 小兔子的声音 然后 听这个兔子呢 动物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因为 这些动物不知道 有狮子躲在那里 所以呢 这些兔子呢 这一个动物呢 就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然后呢 小兔子就开始估计啦 我的爆发力 赢他的 这个速度的范围 譬如说 我只要追他 在十公尺以内 那么我就 赢他 那么超过十公尺呢 这个我的爆发力 没有啦 他的耐力 继续增强 所以呢 他就溜掉了 所以就开始计算 哦 快进十公尺了 然后进到十公尺 五公尺了 哇 那他这个 狮子呢 就冲出去啦 然后爆发力很强 一下就追上了这个小兔子 一下子就 叼回一只小兔子 还可以 分一些 食物给妈妈吃 OK 所以呢 这个就衍生出来 到今天为止 你到动物园 看这个狮子的时候 都是眼睛闭闭的 这是因为 他是寄精会神哦 他是在 在听这个 意外的机会咯 然后呢 他也 以 这个 特别的行动 就是不去乱跑 反而 这个隐藏起来 这也算是一种行动咯 所以用作这个行动 来面对 这个uncertainty 所以他就可以 逮到机会 那么 如果呢 采取了乱跑的行动 来 面对uncertainty 他就掉进陷阱里头咯 所以因为 有失败的教训 所以呢 他创造出 他今天 成功的事实 所以呢 成为动物之王 OK 这是一个 从这个 小孩子的 故事实里头 拿到的故事 然后高老狮子是 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 狮子的故事 OK 让你了解 这个 Living with uncertainty 的意义咯 OK 好 那我们现在 继续来 说明这个 架构师 跟技术人员的 一个任务 就是要去寻找 会赢的战术 然后呢 以这个管理阶层的 协调 相关的战略资源 然后让这个 战术的利益 极大化 这是上一个 小回合所谈的 那这个任务呢 也是到了 这一个真正 整个团队 到丛林里头的 的时候 有了大物弥漫 对不对 那么 这些都是 大家都没有经历过的 一个 丛林 因为市场嘛 因为未来的市场 其实每一家公司 都是 对每一家公司来讲 都是全新的 都是充满了 很多机会 也充满了 很多陷阱 危机四伏呢 因此呢 必须步步为营 步步为营的意思就是 这个把很多小战术 把它串在一起 把很多会营的战术 把它串在一起呢 然后呢 继续投入心境 去开垦 并熟悉呢 很多细节的 这一个变化 很多细节的变化 那么灵活的 寻找有效的战术 有效的战术 OK 即使说 你掉进陷阱里头呢 还要有战术 能够有效的 快速的 爬出来 OK 不要像刚刚那个哥哥一样 掉进洞里头就出不来了 弟弟去把他抓出来 OK 所以要有效的战术 调整战略资源 然后还要善用 这个时间 善用时间 等待 等待这个围停 等待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动作 刚刚小狮子呢 这个躲起来 假装睡大觉 再等待这个机会 等待机会 等待小兔子呢 越走越近的这个机会 所以创造自己的好机运 OK 好机运 那这就是说明 在这一个阶段 要做些什么事情 OK 要准备动作 有进去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面对 实际的状况 OK 所以叫找到会影的战术 调整战略资源 然后呢 要会从这个复杂当中 要从复杂当中呢 找出这个简单 然后再掌握简单呢 来控制操纵这个复杂 OK 那你有简单 就类似呢 你有地图 这边的造型呢 就像你进到这个迷雾当中 你有你的地图 有地图 OK 那这个复杂呢 就是这个本身就是复杂的 那么你从复杂当中 能够设计出你的地图 那地图里头呢 你可以直辨着 去把它精细化 找出里头的小径 找出里头的小径 也洞悉呢 里头的机会跟陷阱 然后Vision呢 Vision呢 就像北极星 有像北极星 所以北极星呢 就来引导你的方向 所以有的Vision 那么引导你的方向 有的设计架构 当你的地图 当你的地图 这个地图呢 其实就是Architecture 所以有的北极星 有的Vision 有的地图 那么就可以协助你 很快速的找到会赢的战术 而且呢 可以调整你的战略资源 然后呢 就继续的去经营 然后呢 你就有这一个 找到机会 避开陷阱 找到机会 然后 大大的成功 OK 那么架构师呢 大多具备有丰富的技术经验 他是寻找战术的高手 所以呢 透过上述的这一个途径 来发现 这一个 我们的 很多这一个连线 断掉的位置部分 通常很容易 瞬间找出来 这一个 位置部分的难度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 这一个从Vision 从这个目标 然后呢 Mapping到这个事实 当我们从这个Mapping到这个事实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有些是 Unknown的部分 就是位置的部分 就是说 我们要 譬如说 我上个回合手机的 我正要想上二楼 但是我现在在一楼 但是现在的一个 另外一个事实 就是没有楼梯 但是我要上二楼 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那么很多人呢 就从现在一楼呢 往 慢慢的推 看看有什么路子 可以走上二楼 那么 这一个 这一个并不是一个架构师的想法 那么架构师的想法呢 是透过一个 从Vision开发 从这个Vision出发 从二楼呢 往下想 往下想 所以呢 他就从这个Vision往下想 结果发现 有一根绳子 有一根绳子 掉在那里 掉在半空中 所以呢 他就会寻找 这一个什么东西 可以来跟这个绳子搭配的 那这个东西是未知的 所以他就去寻找 这个未知的 OK 寻找这个未知的 那就是 所以就很容易 把这个未知的 补起来 他就通了 OK 结果呢 当一般人是从 这个Reality 问题从一楼开始找 所以找 要找足够的 长的梯子 足够高的桌子 或者足够高的椅子 这叫X 结果呢 找不到X 这遇到的困境 遇到的困境 结果呢 架构师就从Vision 到这个 Active and Reality 不是我们讲 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嘛 所以他就从这个 绳子 往下找 找到的是Y 找到了Y 但是Y是什么 他知道要Y 但是不知道真的Y 的内容是什么 因此呢 就依照这样的一个 需要 去找 结果发现 随便找一张桌子 都可以啦 所以随便抓一张桌子 就抓到的绳子 就跳上去了 这叫做 他很容易的 因为 这个他有 很丰富的技术经验 而且呢 更重要的 有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的这个素养 所以呢 他就很容易的 找到 这个位置的部分 unknode的部分 这个Y 就是unknode的部分 就能够 把这个 断掉的 这个连线 就是从这里 二楼连上去 或者连下来 他只是 一般人 只是从 一楼连到二楼 那他是从二楼连下来 所以很容易的找到 这个位置的部分 就把这个 断掉的连线 它 补起来 咯 因此呢 可以轻易的 评估出 应该大胆的投入 站内资源 比如说 这个发现 也没有这个椅子或桌子 可以配合Y的 那这个时候 因为 发现呢 只要有Y 就可以上去了 所以呢 就大胆的投入 站内资源 去买 这个 一张桌子 也可以 因为 他知道 有了Y之后 就会 能够抓到绳子 抓到绳子 就可以跳上二楼 就可以成功了 所以呢 他就大胆的 投入在Y上边 投入在Y上边 OK 那这个如果X的话 如果你今天 去买了一个足够好的梯子 但是 上面到底能不能接上去 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呢 这也不知道 上面 是不是 除了上去之外 是不是还要 有的梯子 就可以上得去 这不一定 因为你还不一定绑得住啊 还不一定有地方可以靠的 所以呢 可能大家不敢投入 但是 很显然 这里跟住 这个绳子 这只是 绑得好好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 有了Y之后 就可以上去了 因此就敢大胆的投入 OK 所以让这个战术 就顺畅起来了 就顺畅 因为投钱了嘛 投入这个资源了嘛 所以呢 就依据去评估报告呢 就是架构 这只架构 枢构的文件 就可以 如何调整 战略资源 OK 然后来准备 改变这个战略 改变战略 这就是有战术 来引导这个战略 所以我们现在 就来看一个范例 在什么时候 这个战术 会引导战略的改变 所谓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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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战略为了让战略的效益 能够凸显 能够负利 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战略 那我们一开始讲 我要这个本来这个战略就是会赢的 只是从赚10块钱 把它变成赚1万块钱 这样子 叫做极大化 但是 有时候呢 是原来 就是为了 让这个战术 从10块钱赚10块钱到 赚1万块钱 所以 要改变战略 要改变战略 那另外一个呢 是战术 已经不行了 所以 目前的 战术呢 已经要放弃了 这是旧的 旧的 原来的战术 已经不行了 所以呢 我要 创造一个新的战术 所以呢 就要大幅度的改变战略 这个表示 原来的战术还会通 表示原来的战术 还是很好的 可用的 那么我们就 改变战略 来加码投资 让它变大 那另外一个是 它已经不行了 已经死掉了 那你加码投资 还是白费的 干脆嘛 重新 弄一个 有没有 所以这里的例子是 干脆 把这个战术 已经不行了 就删掉 重新改变战略 才能够 让新的战术 能够发挥出来 OK 因为原来的战略 是在支援这个战术啦 但是这个战术已经不行了 所以你战略资源不需要 继续投入在这个战术上 应该改变到 另外一个战术上 就叫做战术失灵 改变战略 所以在1980年代 非常有名的 Intel这家公司 它原来是做 这个内存的 做D-range加的 后来因为日本的半导体事业 蓬勃发展 所以把客户都吃光光了 所以Intel就没有客户了 所以整个销售业绩 急速下降 急速下降 所以销售的战术 全部失灵 OK 所以战术的获利 归零 那么甚至亏本 这因为还要成本 可能变负的 负的 所以战略 因为战术失败了 所以战略的布局 就节节败退 因为战术输了 那战略一定完了 所以这个是 没有战术赢 战术输 战略会赢的 没有 没有 那持败呢 这是一个刻意的 刻意的 就是战术上故意输 但是因为他是全部 战术全部失灵 那就表示 所有战略就已经反弹了 OK 因此呢 这个总裁呢 就为了拯救公司的危机 就只好改变战略 改变战略 OK 改变战略 来投入到别的战术上 就整个退出 这个DRAM的市场 然后 改做别的 因为别的会 改来支援 别种战术 就是做的是不懂的产品 就做process 就是做这个CPU 这样到今天为止 这个Intel 还是在做CPU 这是度过的这个危机 度过这个危机 那这是刚刚是举这个 Intel公司的例子 现在再来举这个 这个Domino的例子 就是 这个原来的战术 还可以 还可以 但是发现到更好的战术 OK 就是A战术 那么只赚了100块钱 那么V战术呢 可以赚1万块钱 不是去强化A战术 而是用V战术 来取代A战术 也不是A战术不行 A战术可以 但是V更好 所以呢 就调整战略资源 本来是大部分是资源在 这个 现在把这个资源 大陆投入在这里 所以呢 让战术极大化 OK 所以这个A段架构是呢 就是不断的 要去评估 寻找 这个战术 要去了解 战术今天 是不是还可以用 还是失灵呢 那么 有没有更好的战术 所以早期的Domino 是一家 传统的 内用 这种 内用餐的小公司 例如啊 现在的麦当劳 肯德基等等的 有一天观察到 营业有近乃80% 就是来自外送 就是外带 发现了一个 不起眼的战术 就是保证 30分钟 将热腾腾的 披萨送到家 这是一个 很小的战术 但是 却引来的 很多这个客人 的订单 却引来的 80%的订单 OK 那他向客户保证 如果超过时间 客户可以免费享用 因为 超过30分钟 这个披萨就冷掉了嘛 冷掉了就不好吃 不好吃呢 就干脆送给客户啦 这不需要支付账单 结果大家 都欢迎 所以业务就真正地上楼 所以为了专制调整 这一个 外送服务的战术上 开始调整战略资源 为什么呢 因为 你要30分钟 从这个 下订单 打电话来 这个订餐 一直到 这个送到家 整整只有30分钟而已 结果呢 发现呢 这个 因为他的 这个 披萨的储寸 太多种 大小太多种 还有佐料呢 也太多种 所以呢 这个可乐 也太多种 饮料也太多种 所以呢 这个订餐的时间 就要花很多 所以 订餐呢 已经花了 这一个 这个七分钟 平静已经花掉七分钟 然后呢 这一个 在 因为佐料很多 什么东西 很多要去拿出来 要把它弄好 才要去烤披萨 所以 准备 加这个烤披萨呢 总等 已经到了 十分钟 所以呢 这个在 准备可乐 再装上车子 送出去 只剩下 十分钟 可以 在路上跑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十分钟 可能不够 可能不够 所以呢 这个三十分钟 送到家 是无法可实现的 因此呢 就 我刚刚举这个例子 是假设的啦 因为我 并没有实际 去了解 它的 这个 原来的佐料 原来的情况下 到底花了多少时间 所以呢 就是 原来的 太多厨秤 太多的佐料 太多的可乐 所以这样 定餐时间增长了 那么 准备时间 准备这些材料 也增长了 然后烤披萨 然后呢 准备可乐 时间增长了 结果呢 整个算下来 只剩下十分钟 可以在 陆地上跑 可以在 街道上跑 因此呢 可以送的范围 非常的有限 所以呢 这个战术 并没有极大化 并没有极大化 所以呢 它就 开始 调整 战略资源 所以呢 把这个 披萨的 储秤 简化到 大小两种 所以 你只要 赶快告诉我 这个 大跟小 对不对 然后 剩下的就是买大送大 买大送小 买小送大 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术语 而不是说 买A送3买 买A送B买C送X 所以这个太复杂了 所以买大送大 这样子很简单 可以缩短 所以它 可以把这7分钟 缩短到3分钟 因此呢 就都吃4分钟 可以在 肚脏了 所以路上就变 14分钟了 然后再来 把佐料 简化成6种 所以原来烤披萨 要花17分钟 现在变 12分钟 所以有跑出的 5分钟出来 所以变有19分钟 在跑了 对不对 可能啦 我猜的啦 OK 那这样子 就可以送的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所以呢 就可以卖越多 卖越多的披萨 因此就把它 逐渐的 把它调整战略 因原来 一个不起眼的战术 逐渐演变出 成为企业的大战略 它是 这个 把到最后呢 这个战术呢 就变成战略了 所以呢 这就是 为了 要达成30分钟 送到家 这样的一个 会影的战术 可以让它极大化 所以来调整战略资源 就战略资源 包括 这个披萨的大小 的 要改变 那包括佐料 种类要改变 包括可乐 等等的种类 要改变 但是 要记得 这些改变战略资源 并不是 架构师的职权 因为它没有权利 那这个是 有总经理 才有这个决定权的 所以呢 这个架构师呢 要寻寻善用 要能够提出 既有说服力的架构师 要有提出 更有力的 更简单 能够让总经理 从简单中 掌握复杂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叫做架构设计 这样的做法呢 然后来 这一个说服呢 老板 然后告诉老板说 我这一个战术是会赢的 那么这个战术呢 需要极大化 需要调整战略资源 所以引导 这一个老板 引导这个经理 去调整战略资源 改变 这个管理制度 等等的 那这叫做 这一个 把这一个战略资源 做有效的调整 来让战术极大化 那这就是DOMINO 的这个例子 所以呢 它很成功 到今天为止 全球已经超过 8000多家的这个分店 成为前美国第二大 PISA的连锁店 OK 就至于必胜客 OK 再来 苹果公司呢 乔布斯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那么它 这个为 企业 为整个 客户呢 等个产业 提供一个愿景 一个愿景 这个愿景呢 它就成为公司的大战略 大战略 OK 好 在这个愿景之下呢 这个苹果呢 就展开了很多战术 很多战术 所以在愿景 等于战略的情况下 来设计出很多很多的这个战术 然后 这个大家知道一个叫 Synth Trading 就是蛇行的推进 就是有一连串的这个移回的战术 来达成这个愿景 所以它本身那个愿景就是一个战略 一个战略 所以呢 在这个战术 灵活的战术 然后加上很多战略资源 的一种支撑 然后连成一个成功的路线 通往愿景的一个过程 所以乔布斯呢 就是苹果的老板 对愿景的领悟 即投入极深 又擅长探索别人会走的小径 这个是 这一个有一本书 对他的这个评语 所以灵活的蛇行 推进战术的短线 然后将其串接成一个战略长线 让企业爆发出这个成长 那这个我记得 就是这个大陆360 这个老板 对于这个乔布斯的一种评语 就是透过这个战术的短线 连成了战略的长线 也就是在北极星 就是Vision 在北极星的引导之下 这个在这个不确定性的丛林里头 那么以蛇行的方式 打游击战的方式 来把它从短线当中 串接成战略的长线 也就是从这个实践当中 演变出概念 然后就从战术当中 推演出一个战略的一个长线出来 因此让企业形成爆发性的成长 这就是苹果以战术引导战略的一个做法 所以苹果的首席架构师 也说明了这个苹果的做法 它就是这个在用户体验供应链的过程 它不是来自一个固定的一个设计图 它并没有来自一定的这个战略图 这里我的手柄就是传统的产品战略 就在苹果里头没有这个东西 因为在这中间会有很多迷雾里头的陷阱 就是说我们要进一个丛林 那么不能说我有拿一个 这个按照兵书来做这个案书操课 不能按部就班的 而是呢 因为在这个丛林当中 在这个不确定性的市场当中 在迷雾当中会有无限多的陷阱 也有无限多的希望跟机会 所以呢 所以苹果就从一个运警 从Vision 而不是从一个战略的一个制定 所以这里头呢 苹果的反而没有战略 所以呢就没有所谓战略引导战术了 只有运警来做评估 然后苹果的iPad就是通往这个 丰富的用户体验之门 所以呢就基于这样的运警 然后继续维持这个对战术的经营 然后不断的改变战术 不断的去把它串成一个战略的长线 然后努力寻找更多的机会 有一点打游击战的这个味道 OK 所以接着他又说 这个通往伟大产品的成功之道 并不是从 这个固定的战略出发 而是从一个创意 从一个Vision出发 然后呢 形成一条可行的战术 然后再持续的对战术做经营 然后再把它创造出战略的一个格局 就这样子 它的概念是这样子的 这这里是非常有名的 以运警为基础 一直在Mapping from the Vision to the Reality 这样的一个很典型的运用 然后呢 把很多很多的这个战术 把它连成这个战略的长线 所以在相对高度的运警 来这个耐心的经营战术 再把它串成这个战略 所以战略已经不是一个蓝图 而是一个过程变成一个结果了 那这就是非常有名的 那乔布斯在这个连线杂志 所提到过的这样的一个 它的心路历程 OK 好 那么我们 他就这样讲了 要把某个东西设计的好 你必须熟悉它 真正了解它到底是什么 你需要投入很多热情 去明白它 你需要反复的去把它回味 例如呢 这个某种的产品跟战术 但大多数人不愿意花时间 在这个战术的调整 在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上 这是他的感触 这是乔布斯自己的感触 好 接下来我们 看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Google在既有的愿景跟战略下 他的愿景跟战略都还是OK的 但是他一直在寻找新的战术 OK 然后呢 找到了新的战术 就来调整战略资源 来扩大 掌握战略的力量 这是Google的一个情况 那Google的愿景一直都没有改变 就要汇整全球信息给大众使用 使人人受汇 这样子 这是Google的一个一开始 都是到现在都是维持的这样的一个vision OK 然后他的战略就是帮助客户找到顾客 他的战术呢 是透过这个Google引擎的支持 来这一个从广告的收入 从地图的这些服务来销售 就销售广告 以及销售这个收行引擎的服务 这是他的战术 从这里赚钱的 那么为了支持这个战术跟战略 Google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去经营新的战术 他透过这个战术来支持其他的战术 所以免会提供OS给PC的用户 免会提供Android给这个手机厂商跟用户 虽然这些战术本身并没有活力 其实来讲 这个新的战术呢 其实也是一种新的战略资源 他本身呢 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他是一种战略资源 那他本身不获利 但是呢 去发挥了这个乡村保卫城市的功效 就是这城市是赚钱的 那么乡村是不赚钱的 但是把钱投在乡村上 却能够保护城市的利益的极大化 所以呢 这个乡村这些新战术 这些小战术 基本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他是一个战略的资源 战略的资源 也是应用了更多的战略资源 来协助这个来让这个会赢的这个战术呢 极大化 所以他也是强化的既有战术的效益 就是让这个战术极大化 然后呢 战术极大化之后 产生的战略的效果 产生的战略的效果 OK 那这就是Google的做法 他也是投入了很多钱 在这一个战略资源上面 但是都是以这个会赢的战术为依规 就是让这个会赢的战术的效益极大化 之后呢 就变成一个实质上的战略的效果 OK 好 那我在整个 这一个战术引导战略的部分 那我就帮你收屏到这里 谢谢